为了响应国际私职会五大制业的理念 由普里私职会联合大普里地区私职会 举办健走活动 日前在铝浴潭热闹登场 并且结合普基 普荣 以及水沙连医疗群 做健康的宣导 希望鼓励民众在走出户外运动的同时 也能够透过大普里地区各医疗院所的宣导 吸收更多健康的知识 在生活这么紧张当中 其实我们照顾自己的健康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不管是在癌症筛解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眼睛的保护 那包括就是说身心灵方面的照顾 我想在这个时代呢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这里呢 也很感谢我们私职会 联合起来举办这样的活动 也感谢我们水沙连的社区医疗群 大家共襄盛举 那也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 能够吸引更多我们社区的居民 前来参加 让自己的健康呢 一天比一天进步 先议员黄世芳表示 私职会的五大事业理念 除了能够透过宣导 让民众了解保健身体的重要性之外 也是借由这场活动 希望能够提升普里观光的能见度 很高兴能来参加我们大普里地区 私职会 是由普里私职会所举办的五大事业 那透过这个活动可以兼顾到老人跟小孩 包括老人的这个保健身体 以及小孩 从小就可以提倡他们 可以有运动的精神的观念 让他们的身体可以更强壮就对了 那我想透过这个活动来办理的话 能让大普里地区的观光的能见度 还有所有的证明能感受到 整个运动是对身体是最好的 先议员林方宇表示 不论是公私立的医疗院所 都一起来参与这场活动 在结合大普里地区私职会举办的健走 也是希望鼓励民众多出来运动 并且吸收更多医疗知识 让身体更健康 包括我们公部门 我们医院 我们的这一个医疗团队 大家为了这一次的活动 付出了时间 付出了金钱 最主要就是希望说 疫情这么久了 希望大家能够出来外面走一走 所以今天可以说是 大普里地区的私职会 大家合办了一个健走的活动 希望说大家趁着这一个好天气 出来走一走 相信大家的付出 可以让大家度过一个很有意义 很健康的一个假日 副一长拍拳肯定大普里地区私职会 普基、普荣以及水沙连医疗群的用心 也鼓励民众平时要注意身体的保养 并且能够多运动 让身体更健康 接着陈伟一普里采访报道